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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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我是羅凱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 韋韋的新歌曲 《我的新座位》 這是我幫黃氏兄弟創作的第三首單曲 在這之前 想要先感謝大家的支持跟分享 前兩首歌曲不專心 已經有接近六百萬的點閱率 多想告訴你也有兩百萬的點閱 都算是今年度成績很好的網路歌曲 但是剛好因為 前兩首歌在發布的時候 我卡到了一些音樂製作的檔期 所以沒有來得及製作彩蛋影片 在這支影片裡面也會提到一些 之前沒有機會說的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同時 在這邊要特別感謝 Capsule公司跟黃氏兄弟 韋韋哲哲的邀請跟信任 讓我在創作這幾首歌的時候 有很大的空間跟創意表現 那麼 這支影片我會著重在音樂方面 也就是用詞曲創作人我個人的分享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MV相關的劇情跟花絮的話 也可以到黃氏兄弟以及相關的頻道會有蠻多的內容 那今天有哪些彩蛋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首先 這次的歌曲計畫圍繞著青春校園的主題 三首歌曲正好就是黃氏兄弟歌曲宇宙的高中三部曲 《不專心》是高二的告白情歌 《多想告訴你》是高三的畢業書情歌 而這次的《我的新座位》 則是描寫剛踏入校園的那種期待心情 屬於比較輕快的歌曲 我在寫薇薇的歌曲的時候 要有一種覺得自己很年輕的感覺 去回想一下以前校園時發生的種種經歷 像是不專心的《校園裡的紙飛機》 這句歌詞其實是我高中的時候發生的真實事件 而且還上了新聞的版面 這所學校從暑假開始 全校的五棟大樓全部都進行施工改建 不但施工的聲音吵著學生無法專心上課 而且樓層的圍牆全拆了 整個校園彷彿成了一個大工地 危機無所不在 今天上百名學生集體用設置飛機的方式向學校看 然後沒說的愛心會畫在課座椅 是寫的時候突然想到那個 不能說的秘密裡面的片段 當然還有很多學員生活的回憶 我也都把它寫進了歌曲當中 那這次的新單曲《我的新座位》呢 則是融合了校園、友情、愛情跟夢想等等的青春元素 新座位的意思除了字面上的座位以外 也表示了新朋友他心裡面的位置 我們剛到一個新環境的時候 可能會因為害羞、怕生而不敢表現自己 而這首歌的副歌就是用一種搭訕幽默的感覺 大方的展現自己的自信 在Precords的段落 有一句類似和聲的聲音唱著 橄欖樹的年代 其實這句它可以不用有歌詞啦 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小彩蛋 這個彩蛋是呼應這段的開頭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你可能會覺得這句話有點熟悉 其實它是著名歌曲橄欖樹的主要歌詞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沒關係 如果沒有聽過的朋友代表你很年輕 很好 繼續保持 這段Precords 大家可以聽到 在很多咬字上面 我們有刻意的加重 而且音調被改變了 其實我在demo草稿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唱 我覺得說 這段好像就是要這樣唱會比較有趣的感覺 不要不要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想問你球鞋是哪裡買 我們有著相同的情懷 絕不用說出來 那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那這段是很口語化很有趣的對句 因為自我介紹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會問說 欸你是住哪裡啦 你是從哪邊來的 這種很無聊的開場白 但其實只要找到彼此 共同的興趣 像是你打球穿什麼球鞋 或是你喜歡看什麼電影等等的 一下子馬上就變朋友了 剛剛有提到 這首歌是想要寫一種 幽默搭訕的感覺 副歌的一開始 原本我是寫Hey bro 然後歌詞後面都一樣 不過幫我聽demo的朋友說 欸這好像有點gaygay的 陪你鬧陪你笑 然後兩個人又絕配 我想想好像也是 不然就通俗一點 加入一點愛情的元素 就改成Hey girl了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整個前段 我都沒有寫到愛情 是直到最後rap的部分才出現 對自己喜歡的人拿時間交換 原本是 對自己喜歡的事嘛 那這句話 我也是覺得 我很喜歡的一句話 找到你自己喜歡的事情 真的你就不會去計較時間 不會去計較成本 那些對於未來迷惘的心情 也會因為你正在做你喜歡的事 所以不會感到後悔 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 帶著自己的微笑 抵達你心目中的目標 在主歌的部分 有兩段類似的旋律歌詞 是還沒準備好 還有已經準備好 在詞意上有一種推進故事的轉換 表達了自己已經準備好 嶄新旅程的心情 那還沒準備好這句話 其實是 我很喜歡的一個電玩角色的經典台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你們還沒準備好 沒錯 就是魔獸世界的伊利丹 雖然我是因為玩魔獸爭霸才認識她 但這句話我小時候覺得超級酷 所以我就超沒道理的寫進來了 那提外話 希望我們的暴雪公司 不要再被政治給染色了 能夠持續帶給我們更多遊戲跟感動 那既然講到遊戲 應該可以偷偷預告一下吧 不久之後的下一首歌曲 我們應該會跟遊戲有關 那就請大家敬請期待吧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羅凱 如果喜歡我的歌曲 以及音樂相關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打開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每一顆七彩 嘿哥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新座位 如果沒有其實我交朋友特別會 在你的身邊 從此就多了一位 陪你鬧陪你想的絕配 偷偷在你身邊找到我的新座位 通通都是為了讓你發現我是誰 對自己喜歡的人的時間交換 靠自己的底下的答案 我想你已經準備好 陪著我一起尋找 過程出乎意料 最後抵達目標 想和你的微笑一起抵達 目標